大家好 欢迎收看足球投票 今天由拍摄为大家报道一些足球最新资讯 今天主要是谈谈欧联的消息 谈谈欧联的消息之前有三件事都要谈一谈 因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第一件事早两天发生了 就是拜仁炒了他们的领队尼高高域 暂时未有新领队 不过有很多大名的名字都已经联系上了 即管看看拜仁何时会找一个新领队 第二件事就是阿仙奴的队长 现在可以叫做前队长 就是萨卡 由于他早两场球被换出时 跟球迷有些拗叫做了一些动作 他也出了声明 结果在昨晚 云家就决定了就此夺他队长的避障 之后 谁再做队长也不知道 因为上一次来说 是球员互选 选了阿仨卡 第三段新闻 就是我们也报道过的那段 不幸的事件 孙兴文 就判断了 外华团的Andre Gomes 即是外华团的Andre Gomes 令到他的脚竿移位 昨天就做手术 都说是相当成功的 但起码都要休息半年了 之后 孙兴文 原本球证给了一张王牌 但由于VAR看完之后 就转了是一张王牌 以此 随即上诉 昨天 上诉的委员会判了 孙兴文那张仍然维持王牌 即是他不需要自动罚停赛三场 这三段新闻就是 关于非欧联的时间 现在开始讲欧联的情况 今天欧联的新闻 会讲几单的 亦会和大家讲一下欧联的战果 第一单就是利物浦 利物浦是这样的 欧联对Gent 上场已经赢了 今场也顺利2-1 虽然是赢了 但原来 报道说 表现未必是太过理想 但也顺利得到分 最近都可以这样说 是利物浦的一些写照 报道的媒体就是Liverpool Echo 他就说 利物浦和曼城大战之前的这场欧联 利物浦和曼城大战之前的这场欧联 利物浦的表现 只是中规中矩 但不要紧 他们也 赢得到这个Gent 得到三分 这位记者 Paul Gert 就说 看了利物浦就顺利 get the job done 即是完成他的工作 立即就预备 曼城那场 他就说 开球之前 有点 Infar 令到 暗飞老球场的 夜空 非常之美 但 利物浦球队的表现 绝对 不是太特别好 但怎样也好 就算是很紧张的情况之下 利物浦亦都赢了这场 这场 虽然未稳夺 但是也有九成 会出到线 在欧联那里 其实 记者就说 原本 高普大力的 利物浦就未必需要 那么紧张地 去赢得 这一场 因为 他已经是第四场的第3场 他们只能以2比1 赢得 但那句 也是三分以待 记者就说 这三分其实 最初都害怕的 但结果都搞定了 另外 相反 梁牙波利和 萨拉斯堡红牛 打和1比1 令到 卫免的利物浦 下一场 只要 和到 国际米兰 对不起 和到纳波利 不好意思 就已经是 没问题了 不是 这里就说 赢了纳波利 才可以 其实 我看到 应该和都可以 不过 12月 这里再提 有个可能性 如果 联赛杯 和 世界冠军球会杯 大家都不改期的话 就有机会24小时之内 要踢两场球 究竟怎样搞都未知 这场球 高普 大家都估不到 投了几个球员 包括 文尼 肺明劳 就是后备的 这两个 结果 有六个改变 另外 罗夫兰 娜拉拉拉 罗伯臣 以及 亭德森 全部都是投 另外 入了来 这场球帮手的 张伯伦 和 罗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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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 罗伯伦 做到一些 爆炸性的爆发 这个是对阿仙劳那场球 相当不错 那场联赛杯 尤其是 张伯伦 在前面三双击的 其中一个位置 我估计他真的没踢过 但是他刚刚之前 两场球 入了三球 原来上次对Geng 也入了两球 看看是如何 他也把握到这个机会 令到利物宝的出线 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之前也说过 高普就在国赛前 说这场球 集中了 然后才面对曼城 想曼城的那场 很明显地 已经完成了 浸污完成 所以他们现在 开始集中曼城这场球 大致上这个报道 说到这里 利物浦在欧联 如无意外 都应该很大机会 出线 好 接着第二个报道 就是 Metro的报道 干地 这位领队 说真的 你叫他 劳苏王 都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去到哪一队球队 都有很多劳苏要发 的 来到国际 米兰 亦都是一如二往 为什么呢 国际米兰 刚刚那场比赛 输了给 多蒙特 作客 干地 又要发 劳苏 看看他说什么 他说 干地 带领着国际米兰 原本 以2-0 领先的 马丁尼 和 Vacino 入了两球 半场的时候 赢2-0 谁知道 下半场 当蒙特的下机尾 入了两球 亦都 新加盟的 Julian Brands 搞定第3球 结果 当蒙特反胜 3-2 这场输球 令国际米兰 在第3位 F草 即是下一场 对着 余下的两场 对着 布拉格 和 Slavija Prag 和巴赛 都要有些正面的 建设 才有机会 令到他们 出到线 干地 在赛后 访问的时候 他说 国际米兰 这个系统 真是 有些问题 这件事 之前发生过 继续发生 好像在巴赛龙兰 的时候 其实 赢2球 结果 又搞不定 他接受 Sky Sports Italia 访问 他说 这是非常失望的 但我能够说些什么 他们告诉我 我应该 在电视上高 笑多些 我应该 说同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 成长的过程 一步一步 但是 你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仍然会尝试回答你 我就说 我觉得 我不认 第二下半场 我连说也不想说 太多问题了 我不想再製造更多的话题 或者问题 我希望这类型的比赛 他就清楚 告诉别人 大家知道 我们国际米兰是怎样 有什么问题 亦都很骚扰我 我觉得 这个书波 亦都会骚扰到 令球员有不安 我们 只能够 做多点 努力多点 继续 我们要做的事 我已经非常厌权 重复又重复 重复说我的话 我希望 那些 董事 可以来这里 说 有些 代我 说 比我说 我已经不再理 关于一月或一月 我们应该 这一季的计划 可以做得好一点 可以做得好很多 可以做得好 我们证明了给大家看 我们可以製造麻烦 让其他球队进入球 当我们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但是有些球员 不停地踢 我已经很厌倦地说了 你可以在下半场的时候看到 我认为球员已经很累了 所以只顶到上半场 这不关于球会 我应该跟球员一起 去做这一件事 亦是有很大的错误 我们不能够 一路又打欧联 又打 以甲 令到 球队太过尽 我亦想跟球员说 因为我们试过赢4-1 但被人追回4-3的 薩斯秀罗那场 就不是那一场 我们始终 都是个问题 我们不需要找藉口 我们是国际米兰 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 可以做到什么 我也不想再做更多 争议性的话题 所以我现在就不说了 但他又不说又说 我说 我真是很 平安 英文 我认为他说这些 类似的意大利文 平安 就是很 困扰 或者觉得很不强 或者这么说 我们已经去到尽头了 老实说 干地也是一如以往的 他们有很多投诉 我估计听完他说 他主要是说 球员和他都已经尽力了 但球会又不肯买多些球员 搞到练练不够 所以往往 在赢球赢得到输 所以干地是有点 有点料到的 但他 法罗苏这件事 也是去到哪里 也是走不掉的 这是他的风格 我觉得是他的风格 好 接着 第三单 关于欧联的新闻 就是mail online的报导 这件事也是很厉害的 除了多蒙特 3-2反胜国阵米兰之外 另外一场球也是经典的 就是车路士和亚迪斯 车路士在 落后1比4之下 竟然可以追回4比4 不过他 当你告诉大家 他的对手是亚迪斯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 不是太特别 因为亚迪斯在上年的欧联 也经常有这些事发生 经常有份参与这些 很特别 很奇怪 的战果 我的意思是 就是上落很大的战果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 因为亚迪斯 实在是 不稳定 因为他很多时候 是上大陆的球队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 因为很多年轻的球员 讲这段新闻之前 都要讲一讲 一球球两张红牌的情况 我不知道这段报道好像没有讲 等我讲一讲 其实这场球的转裂点 就是其中有一球 是在一球球里面 拿了两张红牌 亦令到这场球 为什么 Telos 有这个条件 去追回和 那一球就是Telos 一路进攻 亚迪斯的中坚 亚迪斯的中坚 第一个 就拾到他 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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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迪斯的中坚 就是拾到他的手 球证觉得他不是 放在自然的位置 不是自然的位置 所以就判罚十二码 亦判了他红牌 因为他觉得他有意识地 用手 擋 寻门 第一个红牌 刚才说过 这场的进攻有的 是一个得益规调的 是一个得益规定的 白莲特的铁颗盘 球证以為要�选回 所以就完成了 最新损用uu 两个中坚红牌出场 亦因此制造了一个条件 令到车路士有机会追回这场球 这算是一个经典的进攻 一球球两个红牌也比较少结 重点是因为比较低益规条 先看一个报道说什么 报道是关于莲尼加和李奥费力南 说一些对车路士球迷的看法 因为这场球的车路士是主场 很快就输到4比1 很多球迷输到4比1的时候已经离场 说真的球迷离场是抗议 觉得表现真的差 但这两位名宿说 你们离场当然是明白 但问题是 就是否看起来都输得支持球队呢 只 Jur带拉克思优 刚才所说的 这一球两个红牌也有12 兩位明叔說,如果你們這麼早走,就不會太支持球隊的表現 但他們也發覺今次會後悔,因為你們不能夠見證球隊連追三球 他們說,究竟作為球迷,支持球隊的程度應該去到哪裏呢? 他們就提出了一個問號,其實很多車路士球迷都有說類似的情況 今天預備的報道大致就是這麼多,最後再報道一些關於歐聯的戰果和排名 昨晚提到的歐聯戰果包括,巴塞隆隆乃主場零比零打和斯拉伯拉克 抱歉,剛才說錯了,原來是Praha,並不是布拉格 斯拉伯拉克的中文我不懂,我剛才以為是布拉格 不好意思,剛才是說錯了 然後,山尼特主場零比二輸了比萊比石紅牛 然後,主場2比1贏了Gens,劉波利1比1打和薩拉斯堡紅牛 另外,華盛西亞4比1贏了利爾 里昂主場3比1贏了賓菲菊 車路士4比4主場打和華即死 多汶特主場3比2反勝國際米蘭 究竟排名榜是怎樣的? 昨晚打的是E組至H組的賽事 E組在利物浦四場球後是9分零先 拉波利8分 薩拉斯堡紅牛是4分 所以仍然理論上有三尾機會晉級 第四名是Gent F組巴塞隆8分第1 東龍特7分第2 郭泽米蘭4分 仍然有機會晉級 Safriya Praha只有2分 G組內比石紅牛9分排第1 里昂7分 Saneta4分 賓菲菊3分 理論上每一隊球隊都有出線的希望 X組車路士7分 即時都是7分 或是真的都是7分 三隊競逐2個出線的位置 理論上每一分 所以基本上出線的機會非常渺茫 沒有的了 不是渺茫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